大家好,我是可家妈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里每天分享实用的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,请给我点个赞,加订阅,感谢您的支持。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,也被称为是化工厂。 肝脏是身体主要的消化器官,主要负责分泌胆汁,消化食物,所以肝脏在人体中起着重要的角色,同时又被称为是将军之官。 大家都认为肝脏的代谢功能特别的强大,一般不容易受伤,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 肝脏也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器官,因为肝脏上面没有破裂神经, 一般情况下不会感觉到疼痛,这才导致了很多疾病一拖再拖,最后拖成大病。 在日常生活中,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暴饮暴食,经常有事没事吸烟,喝酒,做西部规律,而且还会经常的熬夜。 这些行为都会加重肝脏的负担,时间长就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。 想要维护肝脏健康,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肝脏的毒素能够彻底地排出体外, 从而减轻肝脏的负担,保持肝脏的健康状态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可以帮助肝脏快速排除肝毒的食疗方, 连续喝上两到三天,就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多年的肝脏有毒物质, 并且能够还我们健康的肝脏。 下面我们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做法吧。 首先我们来准备15克的绿豆。 绿豆被称为肝脏的解毒丸,那是因为绿豆具有很强的解毒作用, 能够清除体内多余的毒素,很好的预防食物或者是药物的中毒。 绿豆中所含的蛋白质喜多分类,肝脏也是解毒的器官, 使用绿豆之后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,改善肝脏的功能, 并且绿豆可以解百毒,能够解酒毒,披酸毒,荣药毒等等。 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绿豆,相当于给肝脏加来一层辅助。 绿豆中还含有特别丰富的多彩蛋白酶, 可以保护肝脏,绿豆中所含的抗氧化,能够保护细胞不受毒素的侵袭。 除此之外,绿豆还能够缓解乙肝病,发展的速度,防止小三羊的癌变, 能够防止脂肪肝的发生,所以绿豆是饱肝的良药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10克的生意米和10克的草意米。 生意米,去湿,清热的效果会更好,炒意米,健脾功效会更强。 两者搭配在一起,健脾,去湿的功效更加好。 意米被称为世界和本科植物之丸。 意米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,矿物质。 特别是维生素B和维生素E含量非常丰富,而且意米富含氨基酸,含有一定的油脂、糖分,能够帮助肝脏排除毒素,减轻肝脏的负担。 现代的药理研究还表明,意米有防癌的作用,所以含有新元素,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防止。 可用于子宫颈癌、胃癌、辅助治疗。 健康人,吃意米能够使身体轻盈,减少肿瘤的发病几率。 意米还有特别好的清热、去火的效果。 天气燥热或者是胸中烦闷,都可以用意米加白果来包粥。 能够很好的清除防灶,使身体舒畅、心情好。 意米粥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B、维生素E,是一种美容的食品。 经常吃意米可以保持人体的皮肤、光折、细腻、消除粉刺。 射斑,改善皮肤的光折度,脸部红润又好看。 意米有促进新陈代谢,减轻肠胃负担的作用,能够作为病中或者是病后。 体弱,患者食用。 再来准备10克的山楂。 山楂是一种具有很好养生、调理作用的中药材。 具有健脾、消食、活血、化瘀等功效。 现代研究发现,山楂具有降血脂、稳定血压、保护心脏等等的作用。 山楂性胃微酸、入脾胃、肝筋。 山楂中所含的山铁、黄酮类、化合物以及维生素C等均有扩张血管壁、降低胆固醇和降低血压的作用。 山楂还可以用于高血脂的治疗。 临床上已经得了检验症,而且实验研究发现,山楂降血脂的作用与其他含有大量黄酮类化合物,具有密切的关系。 比如,金丝淘肝为主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降血脂作用。 另外,山楂对于肝脏有养肝、护肝、治疗脂肪肝。 山楂是属于酸性的,可以修复肝脏功能,保护肝脏。 饮酒后适量的食用山楂可以减少乙醇对肝脏产生损害。 山楂入胃后能够增强霉的作用,促进肉食的消化,有助于胆固醇的转化。 它含有熊果酸,能够降低动物脂肪在血管壁的成绩。 对于脂肪肝或者是肥胖者来说,常吃一些山楂均有消食。 去脂是很好的饱肝食品,可以加快体内的脂肪代谢与分解。 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,去除油腻,去除肝火。 接着再来准备10克的百合。 百合是钥匙两用的食材,腥味寒凉,主要能起到清热去火的功效。 平时我们可以用百合煲汤或者是煮粥、泡茶,可以起到清干火的作用。 用于改善因肝火万剩引起的精神倦怠、脾气、防躁、睡眠不好等症状。 而百合还能够促进肝脏毒素代谢,可以起到排肝毒的作用。 尤其是经常熬夜、喝酒、抽烟的人,特别适合吃一些百合。 用清水把山楂和百合清洗干净,也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着再准备几颗红枣。 红枣有很好的饱肝、健脾的作用。 红枣中含有酸铁类化合物。 这种成分可以抑制肝炎、病毒的活性。 红枣还能够提高吞射病毒的能力。 有饱肝、护肝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红枣有效地预防肝脏发生病变, 并能够有效地保护肝脏,以免肝脏受到损伤。 红枣清洗干净用剪刀把果肉剪下来,找和去除。 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,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清水。 用大火煮上30分钟。 制作视频不易,亲爱的朋友们,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, 可以在下方点赞、评论。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,感谢您的支持。 时间到后,我们打开盖子,加入一小块冰糖, 简单的调一下味。 把冰糖搅拌融化,就可以装入杯中,直接喝这个水。 这样煮出来的山楂绿豆汤,可以去除干火,排出干毒,养肝,护肝。 特别是肝火抗肾的朋友,连续喝上两到三天的时间, 喝完之后你会发现,身体有明显的改变。 时间长了,肝脏也越来越健康,越来越年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